大家好,歡迎收看全日總結,我是李惠儀 和大家看看內地和香港股市的收市情況 看到內地股市下跌 今晚上證綜合指數收報3245點跌23點 心靈成分指數收報11416點跌88點 狐心300指數收報3984點跌23點 創業板指數收報2343點跌13點 看看港股這邊 看到恆子今日的勢比較弱 最多曾經跌超過500點 最終全日要跌448點 收報19247點 國企指數收報6439點跌151點 科技指數同樣下跌 收市要跌100點 收報3790點 大股成交存有1308點 和大家看看小店板塊和股份 首先看看金礦股 金礦股做好 見到金融市場動蕩 金價重上1900美元關口 創了6個星期高位 金礦股繼續做好 紐約4月期金高見過 每盎司1919.5美元 在2月2日以來最高位 收市每盎司都報1914.5美元 升2.5% 現貨金高見過每盎司1915.4美元 收報時都升到2.45% 另外市場衝勁 聯儲局將停止加息 美元回落 見到紙金收市都微升0.1% 今天高見過13.26元 普遍都縮回升幅 另外山東黃金也微升0.4% 反而招金都維持升幅 收市都升到約4% 收報9.54元 至於ETF240也升到約2% 收市收報1394元 另外看看公用股 看到公用股今天普遍做好 看到市場震盪之下資金繼續流入公用股避險 相關股份是逆市升的 看到港燈電力同樣下週出了業績 看到港燈截到去年12月底子 全年業績股東英佔日利是29.54億元 按年升到0.72% 每股盈利是33.43元 每股份合定單位末期分派維持16.09元 連同中期分派15.94元 全年分派維持32.03元 企內收入107.93億元 按年下跌了近半成 見到2638元收市都升3% 收報5.06元 至於其他公用股 例如2號中電都升2% 收市收報57.1元 電能升1.8% 收報是43.4元 至於1038元 收市都升到2.3% 收報是43.8元 另外看看車股 今天繼續要捱沽 看到比亞迪 有關Tesla 將中指和公司電池供應方面 合作的媒體報道是不屬實的 看到比亞迪也出來澄清 另外Tesla CEO 馬斯克 也同樣在社交平台上 澄清報道不實 應用Tesla 和比亞迪是維持正面的關係 但比亞迪今天也要捱沽 最低時見過190.5元 收市跌2.1% 收報是195.8元 另外吉利宣布扣資稅減半優惠補貼政策 補貼最高可以達3萬元人民幣 意味著變相降價促銷 而活動時間截至3月31日 全國用戶都可以參與活動 看到吉利今天要跌4% 收市收報是8.91元 另外其他車股同樣要捱沽 看到小鵬收市跌7% 收報30.95元 另外衛來收市跌4% 指理想 全日跌4.4% 全日收報是84.15元 另外看今日的焦點股份匯空 看到匯豐集團也公佈了 其下英國分隔運作銀行子公司 而1英鎊收購了直供銀行英公司SVB-UK 另外集團行政總裁奇耀年也表示 匯控計劃向SVB-UK注入20億英鎊流動資金 而匯控更加表示 截至上星期即10日 SVB-UK發放貸款總額大約55億英鎊 存款總額大約67億英鎊 SVB-UK截至去年12月31日 財年稅前利潤8800萬英鎊 SVB-UK遊營資產預計大約14億英鎊 SVB-UK無公司資產和負債 不包含在該交易之內 而交易已完成 收購資金將來自有資金 但匯控今日捱固最低於52.75元 收市跌跌近半成 收補53.65元 渣打同樣捱伏 收少跌7.2% 收補65.4元 最後看看移動股981 見到中芯今天逆試做好 中芯日前發表了報告指出 在已公佈的業績預告公司當中 能源及信息技術正面預告居多 而必需消費金融房地產預警偏負面 並且預計中芯國際新華保險 中國平安較大機會 業績是勝過預期的股份 中芯國際下午曾經逆市大升 超過7% 高見17.48元 收市也要升7% 收補17.22元 A股方面同樣大升 這次相片差不多了 明天回來再和大家見面